四库全书 都能够从这里 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 从那时开始 作为国家政统 民族根基的象征 已成为中国 乃至东方读书人 安身立命 梦寐以求的闺妮 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 弘扬大业的传国之宝 然而四库全书 果真是这样吗 是乾隆的文治武功吗 接下来有请国家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谢东荣 来带领大家一起聊聊 关于四库全书的那点事 谢东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 发表负增香与永乐大典 西地藏书提拔时宜等论文多篇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内容 主要是这个七块 一个是四库全书的示意 第二个是编转原油 第三个是真书活动 第四个竞书与文字语 第五个是四库全书馆 第六个四库七格 第七个是介绍一下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文经格本 我们先看第一个四库全书示意 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 由政府组织编转的一部 涵盖金石子集室内的写本大丛书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 由纪晓兰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 3800多人抄写 费时13年编程 从书分经 史 子集四部 顾名四库 共有3500多种书 7.9万卷 3.6万册 约8亿字 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 故称全书 200多年前 乾隆皇帝亲自组织了一场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从书编转工作 历经十年 共收录了古籍三千多种 七万多卷 这部书就是被后世称为 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四股全书 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 西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今天 这里依然保存着乾隆皇帝 在1773年3月28号颁布的一道圣旨 这一天 乾隆下令向全国征集图书 并把宫廷内所有的藏书全部集中 目的就是为了编制一部 超越历朝典籍的红篇巨制 借鉴乾隆人对图书的分类和整合的规制 取今是子籍之意 乾隆特为这部书命名四股全书 为了鼓励藏书人献书 乾隆在圣旨里明示 不会因为书的内容而降罪 并保证所限藏书抄录后原路奉还 这道圣旨以下 各地开始纷纷向朝廷献书 与此同时 大学士纪晓兰 刘雍 戴震等一流学者 也纷纷参与到四股全书的编撰工作中 当年 乾隆皇帝命人首抄了七部四股全书 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 先抄好的四部分铸于紫禁城文元阁 辽宁沈阳文宿阁 圆明园文元阁 河北成德文青阁珍藏 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 后抄好的三部分铸藏扬州文汇阁 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兰阁珍藏 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那么谈到这个呢 首先是四库 一般咱们说 四库一般是指那个金 石 紫及四部 那么为什么叫 为什么说这个是四部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需要回顾一下 这个中国古代的那个图书分类 在汉代流星的七略的时候呢 他把那个当时古籍啊 就当时的书啊 分为那个六类 就是六一略 朱子略 师父略 兵书略 树树略和方聚略 那么籍略呢 是就是他对整个书的一个概述 所以呢 这个七略呢 是开创了中国古代这个图书分类法里面的 属于那个 咱们一般说是那个六分法 中华文化远远流长 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据 据不完全统计 留存至今的尚有八万余种之多 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 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 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城地时 由刘相刘新父子先后主持 内容包括搜集 教刊 分类 编目等 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 七略 七略按当时搜集整理的典籍分为六一 朱子 兵书 树树 方记 师父六大类 加上概略性质的集略 总题七略 汉代以后 各种观修 私传的古籍分类目录 不断涌现 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耿进 西晋寻续带 镜中金部将六略改为四部 其甲布录金书相当于六一 以布录子书包括朱子 兵书 树树 方记 丙布录史书 丁布为师父等 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 近代李冲所编带 镜原地书目 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 将史书改入乙部 子书改入丙布 这样 金 石 紫籍四部分类已略具处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随书金籍制中 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 魏征所编的目录 正式标注金 石 紫籍四部的名称 并进一步细分了四十个类部 隋朝以后 图书分类的主流是沿用四部分类 我们再看第二个编转缘由 就是说它为什么前皇帝要编这么一部大的书 那么我们首先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清初的文化政策 我们知道在清代是一个由满足 这样的少数民族来统一的 来统治全国的 那么在当时满足路关的时候 它采用武力 但是一旦它统一了整个国家之后 那么用以前的话说 就是马上得天下 不能马上治天下 所以当时它采用一些统治政策也好 文化政策也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 那么特别是在清初以来 特别是康熙时候呢 为了转移当时那个文人对亲统治者一些反对啊什么的 就是当时就从康熙时候开始就开始主持编了一些比较大的书 比如说康熙时候修明史 那么康熙时候修那个古今图书集成 那么通过修这些书 不仅使得这些文人 就是说感觉这个亲统治者对这个汉文化还是比较重视的 还有一个也使得这些文人呢 就没有时间顾及别的事 然后就一心一意去编那些书 这个是一个当时那个 我们在考察这个书 考察那个事故全说编转的时候 需要考虑当时一个背景吧 开始修书的这一年 乾隆62岁 在当时来说 这个年龄已经是高寿了 是什么缘由 还促使着这位乾隆皇帝 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耗费数十年的时间 把分散的群书极为一体 编转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百科丛书 即使清高宗这样做 也有他明确的目的 据记载 清高宗对巨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编转 进行了直接的干预 不论是四库官员的选调 四库分类的编排 点击录用的标准 还是对违章 背谬书籍的 粉毁 篡改 抽改 存目等 必须呈给清高宗阅览 然后由他定夺 清高宗主持编撰四库全书 是出于文治武功的需要 认为 在完成统一全国的实权武功的同时 转修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 就可以显示起超越汉唐 追随祖父康熙 击鼓右闻的文治政策 这才是清高宗主持撰写四库全书的直接目的 那个围绕促进 这个个人啊 特别是比较大的长书家 能够进宪书啊 这个前任皇帝 也是制定了一个奖励措施 这个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讲书 那么那个进书五百种以上的 赏那个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进书百种以上的 就赏那个配文韵妇一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提勇 就是进书百种以上的 哲习佳者就选择其中比较好的 版本比较好 然后这个版本也比较珍贵的 那么选择其中比较 选择其中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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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轻为平勇 提时其端 就是在这部书上 前任皇帝亲笔 比如写手师 对这个书进行评价 然后在这个书一上 什么的 亲笔写上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那个记名 就是说在那个目录上 现在咱们说 现在咱们看到 在那个四国全书总目上面 经常会说 这个记载这个书是从哪来的 就说你比如说 这个马玉加 长本 说明这个书是 说明现在这个四国 四国全书 那个收到这里的书 是参考马玉加的 马玉加 他们家 收藏的本子 当然这个顺便插一句 这个咱们一般来说 一般那个目录书 一般注入的话 是注入这个书的版本 实际上对于书的版本 要求比较的一个什么 需要比较注意 详细注入这个书的版本 乾隆38年 也就是1773年 乾隆帝再次下诏 访求天下图书 凡各地方各机构各色人等 勿求将所藏书籍 借交到官府 官方搜访 民间献书不知一格 统一送到北京的四库馆 为了表彰献书有功的藏书家 或进行访书的东府学证 乾隆帝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奖励办法 凡是从书店或私人家里 收集来的图书 要量力给价 如果是手抄本 则善录副本 仍将原本给还 还下旨意 务实力序极端滋扰 短短几年间 征集图书达13500余种 征书的过程中 除了一类来自个人的收藏家 还有一类来自官方藏本 赤传本 也就是政府下令编制的书 以及内部藏本 内部刊本 三通馆藏本 汉林院藏本 另外一类是 永乐大典本 各省采进本 和私人进城本 以及常见的通行本 单从这次仿书活动看 它的积极意义 在于官府将散于民间的 珍贵典籍 统一收藏 管理整理 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保存和弘扬文化典籍 另一方面 不少民间藏书家将试传家藏图书交上 但这些书绝大部分没有被返还 甚至一些珍贵的典籍 由于可能涉及清朝统治者的统治而被禁毁 从此涌绝于人间 因此 这次的集书活动 对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事业的发展 带来多重影响 这个书 征集这么书过来之后 那么就是会发现这个书 因为可能是原先可能没有绝的 那么现在是 什么书都到中央了 然后一看 很多书 因为当时离明代 时间也不是很长 就是明王时间也不是很长 就是很多书发现 就是有那个 禁毁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 就是歌颂那个 或者歌颂那个明朝 然后这个批判那个清朝 还有什么碧会啊 什么那些这种吧 就是发现这很多情况 所以呢 就是当时就是 清政府就开始那个禁书 这个禁书呢 主要是在那个 39年到58年之间 那么禁书的主持者呢 主要是 以这个社库馆 以及各省的都府 那么主要是这两块 一个呢 就是世库馆 他们就主要是负责 这个各个地方 包括都府 还有个人进程上来的书 他们主要负责 对这些书进行查境 那么各个地方的都府呢 就负责本地区 这些维埃书的一些 查找 还有对书的查境 进书的范围呢 应该说是比较广泛 包括比如说 野史 那个字书 文集 普蝶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个人感觉一个特点 实际上就是当时一个是 主要是自己看课的 那个流传范围 不是很广的 离这种学术性的东西 稍微有点远的这些书 而且也是当时 在之前政府管辖的范围 在超出政府管辖范围之外的 所以这个是 查境时一个重点 随着征求图书事业的 深入进行 和四股全书编撰工作的进行 这场由访求遗书 而带来的一场 旷日持久的文化浩劫 禁书 毁书 文字语的大幕 才刚刚拉开 这场禁书和文字语活动 显然是乾隆皇帝一手操纵的 随着各省访球图书 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 一些书中唯爱悖逆的文字 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关注 乾隆39年8月 乾隆正式下令 在全国范围内 查巧所谓的唯爱书籍 由乾隆直接主持的禁书活动 一直持续到乾隆59年 历时19年 据统计 近官方编译的 查禁而销毁图书 就有3100种 15余万字 销毁书版 8万块以上 民间因害怕连累 而私下销毁的不计其数 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场文化浩劫中 近毁的图书 与堪克保留下来的书 大致相当 被确定为近毁之书 包括乾隆以前 历代典籍精华 之野史败胜 文集笔记 奏书杂转 时刻悲鸣 杂剧曲本 军艺制胜 天文占念之书 玉批书籍等 尤其可笑的是 就连在民间广泛流行的 戏剧艺术形式 如鲲腔 石牌腔 琴腔 杵腔腔等 也在查境之列 各省采境而来的 所谓禁书 递交军机处 经汉林院详细审查后 最后报成乾隆皇帝处裁定 送到五英殿 复之一致 名义上的编修史书活动 实际上演化成为一场 欲禁于争的政治阴谋 名义上的修转 实际上演变成一场 焚书活动 演变成一场 肆意篡改历史文献典籍的 文化浩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